作曲 李宗盛 你说我节奏太快 下起来嘴角开开 一块了两只手都不指望 老板 我说这世界太快 没时间老生猜猜 一眨眼每分每秒都可能停摆 是网人的 别忘忘 都是好时光 到我的坦荡 我的善良 我的泪池有其中 一切白日梦 不然梦只是梦 无尽别人怎么啰嗦 门口往前撞 就算我放松 心冲冲 冲昏透 只剩锁好每一分钟 永远会放松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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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星光迷惘 月光光 都是好时光 要我的坦荡 我的善良 我的善良 我的理智有其中 你的美梦 不然梦只是梦 无尽别人怎么啰嗦 闷着我前撞 就算我放松 心冲冲 冲昏透 只剩锁好每一分钟 永远不放松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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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梦着我的每一分钟 因你而不同 因你而不同 回答哭 媽 哥哥状况怎么样 阿美 Agnes怎么样 警察 有要他去警察局 可是要跟他說 要抓到小偷的機會很渺茫 而且怎麼辦 老婆,我们把房子卖了 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我不要!要卖哪里?什么地方?我们家吗? 狗妈,这是我跟哥哥子杰一起长大的地方 而且是你跟妈妈 一天一滴辛辛苦苦存着钱买的房子 而且你有说过啊,这是我们的Key给储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把Key给储卖掉 不是吗?你忘记了! 我不要吗?我不想要卖房子 先帮你哥姐姐在乎吧 小翠,银行有打电话给你大嫂 跟她说她爸爸妈妈的房子有可能被拍卖 将心比心嘛 如果有一天你跟你姐姐都出嫁了 我们也很希望博家对待你 就像我们对待你大嫂一样,对不对? 对了,再怎么辛苦也不能连累见她们 我不要,妈妈,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爸爸,你快想办法 为什么我们要搬家 我快不要把房子卖掉啊 爸爸 妈妈 我妈妈 妈妈 你 妈妈 你 不 了 我 你 妈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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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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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主 會好小 感恩 身體 健康 事業 順利 也困求 將尊心 能幫忙爹主 感恩 躲過這家藍館 幸運 將臨金玉 在此祈求保持金玉 我的兒子 江以豪是個很乖的孩子 希望這次 她能夠找到一千萬 還有偷面膜的人 要讓她能夠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事情好像越來越嚴重了 就說 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幹嘛 發那種通緝有什麼用 人根本不重要 重點是錢趕快找回來 再加上你老公在威爾康調的那些產品 你老公撐不撐得下去 不要說她撐不下去 如果我爸媽的房子真的被扣押的話 連我都撐不下去 所以咯 我上次有跟妳說 趕快答應王善男啊 把你們家那些美女趕快趕走 見鬼啊 說人能到 黃善男啊 快接啊 快接啊 喂 幹嘛 考慮得怎麼樣啊 我還在考慮啊 見面再說啊 好 好啦 那待會兒見喔 你真的是喔 黃帝不急急死太監耶 都什麼時候了 還不趕快答應 不過就是去演演戲嘛 一切換人問題比較重要好不好 好啦 好啦 我只拿錢 然後 反正不會對不起我老公 這樣就好了嘛 嗯 對 就是這樣 嗯 欸 親愛的公關公司 這是什麼啊 咖啡廳吧 真是太不像話了 集團要併購公司 也應該要併購一個有規模一點的啊 這公司不像公司 咖啡廳不像咖啡廳 對我們集團有什麼幫助啊 我們進去看看 來 我靠 那個就是余蓁這幾天 在陪的那個貴夫人 余蓁 那 我聽他媽來做什麼啊 我不知道 不過你們最好要有心理準備喔 他這個人講話真的很機承 好 全體注意 方舟集團副總裁胡金碧女士 駕到 大家努力掌聲鼓勵 你們認為你這是為公關人員 嬰兒態度嗎 不用了 原來你今天有在上班啊 伯母 在你的聽力買下這間公司之前 我已經在這裡上班了 也難怪我們家Tee Mee為了你呢 Lets Get You Lets Get You Let's Get You Lets Get You Lets Get You 也難怪我們家Tee Mee為了你呢 要買下這間公司 以你們的規格 以你們的規格 我看你們除了中樂透之外 是很難翻身了 那還要靠總裁跟副總裁 多多提拔 謝謝 我今天最主要來呢 是要看看我兒子的競爭對手 還是我 現在是這一位 廢話 能不能選是他嗎 來 原來就是你啊 我兒子競爭對手 是長這個樣子 婆婆 你不要誤會 明達她不是 我聽小燦說 你追江浩姐已經追了十年了 唉 追了十年都沒有追到 酷寶寶 不過呢 別擔心 我們家Timi啊 是非常孝順的 只要我不贊成他們兩個在一起 你還是有機會的OK 婆婆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在說什麼 對啊 而且那天的港澳時尚秀 就是明達辦的喔 他超厲害的 是我們大家一起 團隊合作辦出來的 我知道 現場的調度是挺不錯的 但是 要是跟立切的港澳時尚發表會比起來 漸漸是吹不清頭的 不管是主秀還是主持人 都是一些名不經傳的素人 不過以你們公司的能力 我確信 你們是盡力的 那個 報告副總裁夫人 但是董事長那天 對我們的主秀還有主持人 都非常的滿意 那是我教的好 我從小呢 就教到我們家Timi 對一般的小老百姓 要仁慈一點 因為啊 他們的生活已經夠悲慘 我們哪有慘啊 好了 你們都坐下吧 坐啊 坐坐坐坐 今天呢 我來除了看看我兒子的競爭對手 最主要還是要視察一下 我們方舟集團 新那邊的民理公關部門 看看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現在呢 我心裡有底了 小菜 是 送我回去 恭祝皇太后 不就是幾個醜錢嗎 有什麼了不起的 皇菜 我的包包 來了 你們 你們 現在知道我這幾天有多難勞了吧 好門 宇珍啊 以後有這種狀況 你打給我 我去幫你 不過 剛才聽他媽說我洗錢 你不要放在心上 雖然他把這次的時尚秀講得好像很糟糕 好 可是我們都知道 你真的很努力也很認真 你表現很棒 所以不用理他 好 謝謝你 謝謝 嘿各位同仁 給你們說一個好消息 之前子晴推薦的那間面膜包材工廠 答應借給我們一點資金幫我們渡過難關 雖然金額不大 但是 不無小補 太好了 台灣果然是一個有人氣味的地方 是誰說商場無情啊 有了這筆資金呢 我們就能夠把扣在工廠上面的那批貨拿一線回來 只要為了康的貨價不空我們就有機會 想不到誰老闆這麼夠意思 總經理 你什麼事要去拿支票 他知道我們現在很缺資金 所以要我馬上過去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謝謝他嗎 好啊 謝謝 各位 如果有其他廠商還有打電話吹錢 告訴他們在耐心等候幾天 我們一定能夠渡過難關 知道了總經理 加油 加油 五百零八號 這邊五百零八號 這邊五百零八號 怎麼是便利商店不是餐廳啊 奇怪了 我打電話問一下 好 那不要曬太陽 你到裡面躲一下 好 奇怪了 喂 張秘書你好 我是青春之選的梁子晴 對我想要跟你確認一下 待會兒跟沈老闆見面的地址 你給我的是五百零八號 是五百四十八項啊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先馬上過去 謝謝你啊 謝謝 五百四十八項 差很多 我就幫你買杯水好了 好熱 然後順便問一下往哪邊走 謝謝總經理 趕快來看啊 最夯的天使情人奇效面膜 買食送二 買食送二 趕快來看 趕快來看 保證是公司貨 趕快來看 天使情人 送家產品嗎 來來來趕快來看啊 最夯的天使情人奇效面膜 趕快來看 保證是公司貨 隨便賣隨便賣 來來來來 趕快來看 你看看背後這個 保證是公司貨啦 現在隨便賣 買食送二 買食送二 來來看啊 小姐 保證這邊都是公司貨 來來來 天使奇人只有在 威爾康門師獨家販售 我可以請問一下 你這些貨從哪來來的啊 小姐 是這樣的 我是來打工的 這些貨都是我老闆叫我來賣的 那你老闆在哪裡 我老闆啦 他 他 在那 在那 你別跑啊你 你別跑啊你 你不要跑啊你 你不要跑 你不要看著 小姐 他當賣我們的命 我快追他 你別追我 你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告訴我 東西從哪裡來的 說啊 哪裡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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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沒事 我們報警好不好 跟警察說一下 我們東西在市面上看到了 好吧 你 你 你先喘一下 我打給小老闆在那邊叫 說我們遲點到 好 你喘一下 好 有了這張紙 應該就能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 一千萬 你真的願意這樣給我 我說過 只要你有任何困難 你告訴我 我一定幫你解決 我一定幫你解決 靖 靖 你可能不知道你對我來說 到底有多重要 我看到你為了你老公這樣子 我真的好心疼你知道嗎 你 讓我把握你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要把握我的話 你為什麼要開那麼奇怪的條件 你竟然叫我陪你出去玩一個禮拜 一千萬 一千萬 我拿一千萬來換回我們一點的快樂 不行嗎 這樣還不夠 你拿了這一千萬 你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我可以找回我們之前 一些在一起的快樂時光 但對你我來說都是好事 不是嗎 我是真的沒需要這筆錢 可是 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 你如果不拿這一千萬 不拿這張支票的話 我已經看到我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了 你老公的公司會打電 他要跑路 你坐來 這是你要的嗎 不會啊 才不會這樣子的 你確定 錦華 按照你的個性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不會來找我 你早就把桌上這張支票 揉成一團球往臉上丟了 抽下吧 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就像當初你放棄我 選擇姜雨桃一樣 如果這一次 你又讀錯了 只能怪你自己了 沒問題的沒問題 好 那待會兒見到沈老闆 好 謝謝 總經理 沈老闆有點事情 大概有問題 會晚點鬧 沒事吧 可能剛剛有點扭到了 沒事 夏雨桃 夫人 副總 老婆 你怎麼在這裡 我 我剛剛在外面遇到王副總 想說跟他聊一聊怎麼配合 對我們公司比較有利啊 是呀 江總 我們在談未來雙方合作的關係 那副總 我剛剛有事情要跟你講 剛剛我在外面 等一下 老公 你這個期間沒有在公司 怎麼跟梁子晴在這邊啊 你在說什麼 哦 夫人 我跟總經理出來是 我沒有再問你 我跟梁子晴是出來洽工 是的 我們是來見沈老闆的 那沈老闆呢 他的人呢 哦 他剛剛來過電話 又 你在懷疑我嗎 可不可以把你的注意力 用在對的地方 不要每天疑神疑鬼 搞得自己像被害妄想症一樣 你在說什麼 我被害妄想症 江雨桃 你 陳總 身為一個做老婆的 看到自己的老公 在這個時間 帶著公司女員工到處亂跑 換作是我 我也會亂想 相反 如果你們兩個 真的沒什麼的話 會被動氣 好好說嗎 我不想說了 我要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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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里面这么严肃 外面气压也这么低啊 各位同仁 从下个月开始 本公司将会依照各位员工的年资业绩 做等比例的加薪调整 太好了 董事长英明 先赏人一巴掌 再给他一颗糖 这就是你所谓的专业要求吗 这不见得是我的专业要求 但这是一种专业要求 我只不过是对家母不礼貌的言行 做出补偿 我看过各位历年的薪资报表了 我知道各位很久没有加薪了 做老板的我 为各位员工加油打气 所以这不专业吗 专业 你买下这间公司 除了叫雨珍假扮你的女朋友之外 你还做了什么专业的事 我 我 明达 明达 在这间公司 老板 老板的员工 员工的员工 我需要跟你报告吗 是 我们都是你的员工 那雨珍不是你的员工吗 你在要求她做那些事的时候 你有想过她的心情吗 雨珍的心情 是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 你买下这间公司 公事也要管 私事也要管 这就是你的专业态度吗 还是你要跟大家证明一下 你有什么真本事吗 还是你只会要求你的员工 陪你的家人吃饭 你什么事都不会 你什么事都不会 小朋友 我在业界 有我的重点 我无法证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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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你 只有没有专业能力的人 才会到处想要急得证明自己 我没有再说你 别往心里去 我有没有能力 我自己很清楚 但先举的条件是 一个老板 愿不愿意让他的员工 展现自己的能力 如果一个老板 只会要求他的员工 陪他处理私事 而不是好好的经营公司 那请问一下 我有没有能力 重要吗 好好的 怀疑啊 怀疑是好事 代表你是一个革命者 但容你的总裁 再提醒你一下 现在我是老板 如果你学不会服从 那就代表着 你不能够跟公司 一起向上发展 我不禁要开始质疑你的 你的能力 你的试任性 该质疑的人不是我 是你自己 方敏达 我必须要再次提醒你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警告 我的集团 可以壮大到今天的地步 绝对不是因为单一员工的能力 而是整个集团的团队努力 所以它叫做集团 革命不是一件坏事 但如果是漫无章法 漫无目的 不明事理的革命 我就会视它为乱源 那也请你们这个集团 包括你妈 还有你 拿出对我们这个工作团队的尊重 我们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陪你玩伴家家酒的 不明的 老大你不想干了 你吃什么 舀 我去吧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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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走 有的 雨晨 為什麼會沒有心情 方明達又不是你的誰 為什麼她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對 她不是我的誰 但方明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不可能丟下她不管 好 雨震 我跟媽咪改時間 我們改吃宵夜 這段時間 妳就好好的去安慰妳的 好朋友 沒有 可以嗎 我這樣又哪裡不對了 為什麼你對人 老是要用這種態度 難道你給員工福利 也要用這種方式嗎 當然 你們都是我的員工 我給員工福利 這有什麼不對 難不成我給完福利之後 我還要看你們的臉色 你先問我怎麼做 給她一個深深的擁抱 還是寫一張新型的小卡片送給她 還是說送她一盒甜甜的巧克力 其實方明達今天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覺得還挺有趣的 那是什麼 是自卑 衍生出來的自尊 還是因為牽扯到妳 讓她可以忤逆她的老闆 我不想要跟你爭論這個 現在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方明達 我只想知道 今天她這件事情 妳會怎麼處理 好 我懂了 那妳覺得 我應該怎麼處理 妳會怎麼處理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方明達 已經認識很久 我們從學生時代開始 什麼都在一起 沒有離開過 如果今天她不在公司了 我也不會留下來 等一下老闆 你為什麼突然要把這個案子 交給明達 她手邊已經有很多事情了 公司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她在做 她現在在做這個案子 怎麼有辦法應付得來 方明達 你幹嘛那麼意氣用事 你明知道她現在是挖洞給你跳 應該真的給她跳下去 明達 幹什麼 你這麼有絕心的樣子 還挺帥的 我還要把你動作 我跟妳動作 你動作 我和你動作 餘生啊 我 我 沒有在哪裡啊 誰適合 啊 說一適合 好啊 待會見 在一起狂奔 放手了反了永恆 我是爱着你 那个懒好人 爱了你 却只能隐身 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放开你 那个懒好人 为了你 对自己够很 没关系 没关系 专制情绪低落 心火旺盛 暴躁 易怒 无法自拔的钻牛脚尖 送礼自用两香仪的居家旅行 必备良药 无敌强效冰沙 还可以消暑皆可 哪这么多疗效 跟你的八仙果还有味乳片 差不多疗效 每次我心情不好或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你在陪我 听我抱怨 就是换我啦 主角见你眼下 其实我刚刚在公司 你又吓一跳而开 我们认识这么久 我好像是第一次看你发脾气 而且你刚刚口才变得好好 跟平常的有点好不像 有吗 有吗 我 我也不知道啦 雨珍啊 你不觉得 自从Tim买下我们公司之后 什么事情都变了吗 这么说 以前黑心菜当老板的时候 虽然是整天压榨我们 但他至少没有公司不分 我们只要把我们公司上分内的事情 做好就好 但现在不是啊 Tim除了 除了做那些人事调动之外就算了 他总是干涉我们公司以外的事情 也不想想跟公司运作有没有关系 他买下这间公司的目的也太明显了吧 还口口声声说都是为了公事上 公事上 这是公的 你是不是又想要偷骂脏话 有这么明显吗 他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吗 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不过跟以前比起来 我觉得他这次还算是客气的 反正我不管啦 我觉得 我真的不想要再降下去了 他已经把我整个生活都搞得乱七八糟 他这样于屈于求 真的很令人不爽 尤其是跟你有关的事 如果我把公司买下来 我把公司买下来 当她的老板 当她的老板 方明达 你的个性当老板的话 好像还挺适合的 真的吗 对啊 你看你肯吃苦 一定可以熬过创业 那段时间的艰辛 个性也很细心 就可以避免很多风险 你做人那么厚道 一定会对员工很好 员工跟着你都会很开心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老板 真的吗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 是啊 真的啊 好 那如果我当老板的话 你会愿意帮我吗 当然愿意啊 如果哪一天你创业当老板了 我一定会帮你 跟你一起打拼 不过要开一家公司 风险真的还挺多的 有很多琐碎的事情 人脉跟资金也很重要 你看我哥 开这间公司 一堆有的事情要处理 被搞得焦头烂额的 犯死了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钱 好 老大 你有钱吗 我 没有 那就对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 安安分分的待在公司 然后一起存钱 等存够了创业成本之后呢 再一起出来开公司 好 这是你说的哦 嗯 你刚刚说他还有什么疗效啊 嗯 消暑解渴 嗯 其实我现在心情真的好多了 留下吧 妈咪啊 你一个人在台湾太无聊 你可以跟我说啊 你今天为什么要跑到公司去啊 我是方舟集团的副总裁耶 我去看一下新并购的公司 然后给员工们加油打气 难道不可以吗 加油 加什么样的油 你怎么帮他们加油的 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 你是在责备我是不是 如果答案是yes的话 麻烦你out 这样我还可以睡个美容觉 妈咪对不起 我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 只是你今天这样做 就海宇真跟我生气了啦 搞了半天呢 原来是女朋友生你的气 你就回家生老妈的气 你这样真的是太伤我的心了 Timi啊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不爱妈咪了 我爱 我爱我爱妈咪 我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 好 妈咪 你不是一直教我 在公式上 一定要有领导人的气度跟态度吗 结果你今天这样一搞 就把你自己跟我的招牌全砸啦 搞了半天你是担心这个 你放心 妈咪是有分寸的 我才会更无缘地 Timi啊 我们少一天去宇真家走走好不好 不好吧 这人家宇真她们家的人都很 都很朴实很低调 妈咪 你太刹瘀你也去会吓到人家的啦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是怕媽咪我會不得體 媽咪 你什麼樣的大場面你沒有見過 你耶 我擔心的是 是雨貞 你也看到了 雨貞是一個很倔強的女孩 我如果沒有先找她商量的話 我怕她不會同意的 你看看 怕她怕成這個樣子 這個女孩都有點意思了 你看 你兒子我 我已經改變了 你也慢慢開始喜歡她了 這倒是沒有 我是看她 跟你以前教我們那些 胸大五老的女孩子不一樣 而且 這一次你又這麼的認真 我是怕 她會像那個Jana一樣 辜負你 傷害你 好了好了媽 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啦 喂 喂 是 我知道了 媽咪 我們那邊希望我跟他們開視訊會議 去準備一下 嗯 對了 你幫我把小燦叫來 你是叫她來幫我按摩的啦 你放心啦 嗯 夫人媽咪 我來了 不要碰我 好 坐 坐 坐 小燦 謝謝 張小燦他們家的地址 你有吧 唉 回來了 吃都沒有 我去給你熱菜 不用嗎 吃不下 什麼叫不用 你現在打仗 你需要體力 好嗎 我去幫你熱菜吃一點 好怪 阿姨 我來 我來阿姊 這個怎麼這麼辛苦喔 不會啦 請說 今天來過 有什麼時候不知道嗎 我知道 來 這個 爹爹 這個很辛苦 這是我跟你媽 去買賣給你救的冰安婦 爸爸年紀大了 還不可以放在什麼旁邊 所以我看那邊救你 冰冰安 安順你 就過這個難關 沒有 所以 我跟媽媽 有一個決定 什麼決定 我跟她說 這個人 還不可以 你 這根是會被罪掉 哈哈哈哈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假錯話 昨天我們在馬路上看到 賣我們青春之決面膜的小販 剛剛我跟子晴過來的時候 剛好看到那小販 從你們公司的門口離開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求副總 幫我們做一下內部調查 江宇豪同時最近 一連串發生這麼多事情 都還能舔得住 拿上你 連個倉庫都管不好 也曾讓你傷心惹你生氣 毒氣的鬆開了眷戀 彼此溫度的雙手 走了幾步以後 我們同時回頭 兩顆心早就已經有了默契 哭了就逗你開心 把你的悲傷放進我身影 貼近我胸口 聽我的心在說 我想這樣抱著你 好不好 好不好 緊緊擁抱著 不管天有多熱 我絕對不放手 只想這樣抱著你 好不好 好不好 感受彼此每個心跳 都說著我愛你 就算世界末日 我只要你就好 和你手牽著手一起旅行 看著你的側臉 洋溢著幸福的表情 有時候天氣晴 有時空風暴雨 不用擔心我永遠都會 為了你當風遮雨 你